好 那么目前呢 这个陈静福张翠平的家属 针对这个吕炳红 欧石城 终点封这三位妈妈嘴咖啡店的 这个股东以及老板 三人的不起诉这部分呢 申请了在意 对此他们的律师透过这个表达呢 说觉得很遗憾 但是他们也愿意尊重被害人家属 妈妈嘴咖啡店员工忙着烘豆子 准备5月1号重新营业 客人期盼着喝咖啡 老板当然也想做生意 但吕炳红看到镜头快闪 或许是因为陈静福张翠平家属 不满三人不起诉申请在意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毕竟这三个人也是被信息 很无限的被害人 但是我们还是尊重家属的权益 因为1号仍然会持续开幕 获得不起诉后 欧石城终点风还特地重回咖啡店 煮咖啡闻闻久违的咖啡香 但被害人家属深情在意 心情难免受影响 我们都觉得 其实这样子不助于家属 去解除他们心中的伤痛 我觉得你再去尊重这三个无辜的人 并不是两个王者所乐意去建造的 吕炳红欧石城终点风 获得不起诉 以为能恢复平静生活 现在恐怕在先波澜 终于新闻 陈嘉明在秋荣 新北市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想不知